Hello everyone 欢迎来到Charlene老师的文法教室 那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 汉林版国中英语第四册第一课的文法连缀动词 那连缀动词是什么待会再讲 我们先来看图片吧 好老师在网路上抓到这个以前的图片 不过呢 来大家可以说说看这个面看起来怎么样呢 这个面看起来 看起来很辣对不对 看起来好好吃哦 看起来有好多的料 那这个面呢 如果你拿来过来闻闻看 闻起来怎么样呢 OK 你会闻起来 觉得有好多辣椒的味道 你看他那边有写地狱辣对不对 一百九十元 三个等级 好 那后来你拿了筷子 这个面呢 藏起来 吃起来怎么样呢 像老师是完全不能吃辣的人 我吃一口 我可能就会 就会非常的 非常辣 赶快去找水来喝 OK 藏起来怎么样呢 OK 好 那刚刚老师用了很多的讲法 虽然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 都没有真的遇到这碗面 但是我们可以用看起来 感觉起来 藏起来 好 这种字来形容它 形容这个东西怎么样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连续动词 连续动词要用五官去感觉 好 比如说用眼睛 look 看起来 OK 那碗面看起来很辣 The noodles look spicy OK look是看起来 第二个 用鼻子是什么 smell smell 闻起来 第三个用耳朵的话 是听起来 sound sound 这个idea听起来很不错 The idea sounds great sound 是听起来 第四个用嘴巴是尝起来 taste taste it tastes good OK 它尝起来很不错 taste OK taste是尝 最后一个用你的身体去感觉 像这一个 这个是仙人掌 感觉起来刺刺的 OK feel feel 好 那这些的翻译都是用五官来翻译的话 我们的中文都可以翻译成什么什么起来 OK 好 来马上来复习一下这些字啊 OK 好 那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look 是什么 看起来 smell smell 用鼻子smell 闻起来 sound 这个字其实是声音 但是sound这里是听起来 好 还有taste taste是用舌头taste 尝起来 feel feel是感觉起来 OK 那就是这五个字叫做连缀动词 用五官 好 比如说像各位可以用直的看 直的看 那这里有e 这里有e 好 它搭配哪一个比较好 2 3 4 5 OK e 好 look 看起来怎么样 对不对 但第二个好像都有声音哦 声音听起来是哪一个字 sound 第三个好 都食物类 所以尝起来叫做 尝起来叫做taste taste 第四个蓝味 有猫咪软软的 有石头硬硬的 有铜壁 冰冰凉凉的感觉 feel 那最后一个好像有味道 有香香的味道 有臭臭的味道 对不对 smail 闻起来 好 希望各位回去可以把这五个字 收记一下 OK 好 那我们开始来讲解吧 连缀动词的英文叫linking verbs 连缀动词是呢 用来讲解主词 补充讲解 好 比如说 他今天看起来很帅 OK 我补充讲解 说 今天就是 很很有精神啊 所以看起来特别帅 看起来 叫look 那sound是听起来 smail是闻起来 taste 尝起来feel是感觉起来 不管是哪一个 还后面可以接形容词 好 让人家觉得看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怎么样 这些形容词是OK的哦 比如说 this cake tastes delicious taste 尝起来 delicious 美味的 这是形容词 这第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会多一个字叫like 好 看起来像 听起来像 闻起来像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你都还没看到 可是你闻一闻 嗯 它闻起来像臭豆腐 臭豆腐就是名词 所以有like的话 接名词 look like sound like smell like taste like feel like 接名词 好 比如说 这个蛋糕尝起来像蜂蜜啊 因为它是蜂蜜蛋糕 对不对 this cake tastes like honey like的话后面接名词 但各位知道 蜂蜜蛋糕里面没有蜂蜜吗 OK 没有蜂蜜哦 这我上次看电视才发现的哦 它只是它的味道 有蜂蜜的感觉 很酷 就像 那个 凤梨酥里面不一定会有凤梨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往下看 那如果我要问的话 会怎么问呢 好 比如说 这一碗汤你都还没有喝到 那它闻起来怎么样啊 OK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去问 OK 或是那个人看起来怎么样啊 OK 怎么样 这个字其实就是如何 比如说how 这个字 how does the soup smell how 是如何 汤琴闻起来如何啊 how does the soup smell 闻起来很不错哦 很好喝的样子 it smells great 注意一下 用how去问 人家觉得如何 看起来如何 看起来如何 闻起来如何 听起来如何 后面我的回答的东西呢 都会用形容词去做回答 那另外还有一种问句 用what去问 what does the soup smell like 注意有一个like 是像的意思 像什么 像什么东西 这碗汤闻起来像什么呢 what does the soup smell like like what 像什么 it smells like butter 闻起来像奶油一样 很香甜哦 OK 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上面跟下面的 疑问词的不同 如果单纯是问 形容词的话 我会用how去问 问起来如何 但是如果我要问说 问起来像什么 有一个like的话 注意哦 那个疑问词 就会变成what 因为中文我们会说 像什么东西 所以like what 对不对 所以你用what去问 like butter OK 好那请注意这一个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打开课本 第九页的地方 OK 请打开课本 第九页的地方 好 其实这里还蛮简单的 就是把五个连锥动词 记一下 然后面接形容词 如果有like的话 接名词 这样 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五句 the steakhouse looks new the steak smells nice the pie tastes yummy the idea sounds good the girl feels happy 好 the steakhouse looks new 这个牛排馆看起来很新 look后面这些形容词 smell nice 聞起来很棒 牛排聞起来很棒 the pie tastes yummy 这个派尝起来好吃 那这些都是接形容词 idea the idea sounds good sounds 听起来很棒哦 很好哦 the girl feels happy 后面接形容词 好啊 但是你可以在这边补充写一下 如果是like 接一个like的话 是像 后面接名词 OK 这边可以写一下 好 补充说明一下 好 这个部分 课本是没有特别讲到 OK 但老师觉得各位应该要会 好 那像第一题的话 我们来看哦 有个垃圾桶哦 Example How does the trash smell? It smells terrible How 圈起来如何? How does the trash smell? 那个垃圾闻起来如何啊 How 去问是问如何? It smells terrible 闻起来很糟糕 OK 用形容词去做回答 好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下面的诗题 OK 各位可以准备按那个 暂停键 然后回到你自己的课本 把它写完 我们再来对答案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对一下答案吧 1 How did the men look? They looked tired 看起来很累 looked tired 2 How does the juice taste? It tastes sweet taste 就是尝起来很甜美 3 How did the plan sound to the man? It sounded bad to him sound bad 听起来很糟糕 to him 对他而言 第四题 4 How does the music sound? It sounds wonderful Music 音乐听起来如何? 很棒哦 sounds wonderful 不管哪一个 都是直接接形容词 去用就好了 好 这里还蛮容易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阵完 你可以按暂停键吧 这边订阵完 再继续往下走哦 OK 好 那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 OK What do they look like? What do they look like? 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这个是网路 网友做的哦 不是老师 老师觉得他们像什么 因为全部的答案都是动物 OK 好 他们两位 一个是好莱坞的大明星 一个是俄国的总统 俄罗斯的总统 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看起来像同一种动物 OK 是什么动物? What do they look like? They look like dogs 你觉得像吗? They look like dogs OK Next What do they look like? 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也是动物 不一样的动物了 好 左边这一位 He looks like a cat 像吗? 他的胡子 右边这一位 好 我觉得很像 那个眼神很像 OK 好 然后我们往下一页 What do they look like? 左边这一位像一个很小 很可爱的某一种动物哦 这是一个运动员 对不对 She looks like a rabbit 右边这一位呢 He looks like a horse 好 What do they look like? 左边这一位像一个很高大的动物哦 好 这是最后一张了 来猜猜看吧 She looks like a giraffe 看一下她的舌头 很像 还有她头上的脚 OK 右边呢 这中国大陆的女明星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怎么会那么像 OK 超像的 像一只那种黄色小鸭 OK 好 所以What do they look like? 就是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OK 好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个填充题 呃 枕头感觉起来如何 如何就是how How did the pillow feel? It feels feel felt OK 过去是it felt soft OK 感觉很软 对不对 soft 是很软的 好 女孩子看起来好开心哦 How does the girl look? 看起来 She looks very happy 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这咖啡尝起来像什么 注意像什么 所以不会是how去问是what哦 what like 是不是像什么 What did the coffee taste like? 那你要回答 it tastes like 后面接名词 那这里当 尝起来像药 很难喝 it tastes like medicine OK 尝起来像药 那么难喝 OK 有like的话 接名词 好 然后有一出电影 他就说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 会是什么味道 对不对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好 来自于阿甘正传的这部电影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像一盒巧克力 你不知道你下一个抽到的是什么口味 可能是酸甜苦辣 可能是狂喜 可能是悲伤 可能是平淡 对不对 好 那人生就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才值得期待 不是吗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好 那变得有三个动词可以用 一个是get 一个是become 还有term OK 变得怎样 那后面是不是接形容词 OK 好 那过了一个寒假 我变得很胖 因为过年的时候 一直吃一直吃 你就可以说 I get fat 我变得越来越胖 I get fatter I become fatter I turn fatter 这个都可以 OK 这三个字都是变的 好 比如说 这个演员今年爆红 对不对 the actor became popular this year became 变得popular 受欢迎的 有名的 后面接形容词啊 好 you will get healthy after you take the medicine 你会变得很健康 get healthy 变健康 OK 那这个都是转变的意思哦 天气变得好冷哦 the weather became cold 好 因为过去啊 今天早上 this morning 所以过去是 Paul听到消息以后 变得好生气 他好暴怒了 对不对 Got mad 好 你说老师这里 可不可以用turn 可以啊 可不可以用became 可以啊 OK 好 God mad 变得生气了 好 接下来我们打开课本的第十页 page ten page ten 好 那课本教的 哎 哦 第十页有连缀动词另外一个用法没有讲 OK 好 那我们稍稍拉回来一下 like后面接名词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可以发现哦 like发现 like写加名词 lookalike后面接名词 所以很好判断啊 好 如果你发现后面是名词 fish是不是鱼 鱼是不是名词 好 那这种东西后面就是会用like 但是如果你发现后面是形容词 好 很热啊 感觉很热啊 尝起来很好吃啊 听起来好开心啊 蓝色这个就是形容词的部分 OK 那既然是形容词的话 那就是用没有like哦 OK 好 好 那自己写哦 不要跟你讲答案了哦 这还蛮简单的 来我们马上进入变得怎样的文法 来请听 好 get的过去是got become的过去是became turned 过去是turned 他们都是变得 来你下面可以写中文 变得怎样 那变得怎样的话 后面接形容词 OK god hungry 变得很饿 became cold 变得很冷 turned cold OK 变冷 一样都变冷的意思 变凉了 汤变凉了 OK 好 那他们都有变化的意思 后面接形容词哦 好 所以呢 你看一下这个女明星 Example Stephanie got famous in 2008 好 god famous 变得很有名 好 天空怎么样啊 one turned dark dark 圈起来 暗的 黑暗的 暗 变暗的 叫turned dark before the man god home 在他到家之前 天空变暗 要下雨咯 好 然后各位可以按一下暂停键 因为老师要让大家练习 右边的第二题到第五题 你会不会写他变得怎么样呢 OK 好 来 请完成 可以按暂停键 把它写完 再按播放 我们来对答案哦 好 第二题 变得很难过 他看了这部 哀伤的电影 2 The man became sad after he saw the movie 这通常过去是因为变得怎样 通常已经变完了 对不对 说是过去 是became sad 变得很难过 第三题 3 Kevin got mad with Jamie because she was two hours late 好 Got mad 是生气 with大圈 好 对他生气哦 Got mad with Jamie 他对他女朋友生气了 因为他迟到两个小时了 4 Jimmy's face turns red when he gets mad 好 那他一生气 所以他的脸就会变红色 turns red 所以老师为什么这里加 S 你看后面有线索啊 他就现在是 对不对 gets turns 好 最后一题 5 The woman became healthy after she started to exercise 好 当然要鼓励大家多运动 就会变健康哦 The woman became healthy 健康的 healthy after she started to exercise 在他开始运动之后 开始健身之后 变得很有精神 变得很健康 became OK 好 那答案在这里 请大家把它对完 答案 如果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你可以按暂停键 把它对完 我们再进行下面的部分 好 那他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补充 我们来听一下哦 read The singer became famous The singer became more famous The singer became more and more famous 好 你说老师这个是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那个 famous一直在变 famous有名 他变得有名 became famous 那more famous是更有名 变得更有名了 以前大概一百个人知道 现在有一千个人知道了 更有名了 但是如果是more and more 话现 什么是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好像是更加更加的 对不对 帮我写越来越 越来越有名 The singer became more and more famous 形容词的比较急 如果用比较急 and 比较急 好的话呢 那就是越来越怎样 ok more and more handsome 越来越帅 more and more taller and taller 越来越高 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叫越来越 请写上去哦 好 好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选择题吧 来请看一下选择题的题目 好 可以用一张纸在旁边写下答案 好 第一题 你要怎么写 How did you feel before the exam I felt tired 你感觉如何啊 好好去问如何 那因为是过去诗 用递的去问 是不是过去诗 那你feel的过去诗 是felt ok 好 很经典 又简单的考题 第二题 the cake looked 怎样 那蛋糕看起来怎样啊 but it tested 嗯 bad egg 坏的蛋 蛋糕看起来 看起来后面是不是这形容词 看起来很棒 great 对不对 你c跟猪都是eg啊 eg不行啊 要用形容词 test什么 bad egg 后面是名词的话有like吧 test like 看 尝起来很像一颗坏掉的蛋 看起来很好吃 结果买到一个很雷的 很雷的那个蛋糕 对因为它尝起来 瘦掉的蛋 对不对 坏掉的蛋 test like 好 第三题 形容词 你的形容词 darker and darker 是越来越暗了 外面 看起来越来越暗了 各位不可以用like 不可以用like 因为像 这个字后面就是名词 可是越来越暗是形容词 不行哦 答案是c getting 为什么用进行试 前面有个B动词 用进行试表示越来越 怎样 或是正在变得怎样 怎样 OK 那它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暗 it is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outside get是有变得的意思哦 好 来 这三题也麻烦你写一下 我们再对答案 请按暂停键哦 OK 第四题 I don't feel well my stomach hurts 我的胃在痛 feel well 是感觉舒服 第五题 ban his father ban 怎样他爸爸 你不可能选猪吧 feel like 感觉像他吧 感觉像 ban的自己的感觉吗 很奇怪 ban看起来像 这个会比较合理一点 那第六题 day by day 就是日复一日 一天天的 那一天又一天的 变得越来越老了 那你会注意到 这里个are b动词呢 可见后面用进行试 表示正在变得怎样 OK 所以这题没有很难 OK are becoming older and older 越来越老咯 我们越来越老咯 OK 好 第七题 有like的话 接名词 Harry 怎样像一个王子 你不能说Harry 长起来吧 或者是 闻起来 Harry是人 你干嘛闻他 对不对 看起来像 look like a prince 第八题 eat like apple juice 怎样像苹果汁 苹果汁的话 你很想写A 闻起来像 不行吗 可以啊 可是要加S 因为是三单 所以A错在 他没有用三单的部分 好 看起来像也不行吗 可以啊 可是要加S 所以答案是猪 taste like 长起来很像 你不能感觉像吧 你感 你怎么感觉苹果汁 OK 所以是长起来像 好 第九题 Those earrings 这个是耳环 Earrings 是耳环 很贵呢 OK 很贵是形容词 那耳环是负数哦 所以不是B 就是猪哦 OK 不能加S的 看起来很贵 还是闻起来很贵 当然是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C猪B OK 好 那最后了 补充一个 很有趣的 It never gets old It never gets old 字面上看起来 它从来就没有变得很老 什么叫变老 什么叫它从来就没有变得很老呢 OK 好 我们来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刚老师忘记弄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什么叫It never gets old 跟变老有关系吗 OK 其实就是说 一点都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老 不对 一点都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烦的意思 不会腻的意思 It never gets old 永远不退流行哦 永远不会腻哦 OK 比如说这个 好 Her song never gets old 它的声音永远听不腻 那牛仔裤永远都是不退流行的 James never gets old 牛仔裤 The Joe never gets old 这个笑话永远不会变老 意思是我永远都听不腻 我觉得超好笑的 OK 好 那get old的意思是说 很腻的 很烦的 一直重复让你觉得很烦的 好 比如说 You've listened to the song over 100 times 你听一百次了这首歌 It getting old 听到很老 什么意思 听到很烦 It's getting old 它通常进行式 对不对 真是有够烦的 一直重复 不要再说那个笑话了 腻了 OK Stop telling that Lamb Jock It's getting old I love you Love you too Love you three Girl just stop It's getting old 听了不好笑了 Getting old OK 好 不好笑了 OK 好 那所以各位 你今天要学到一个了 It never gets old 你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永远不退流行 真的不会烦 比如说你追一句 然后你很喜欢那一出戏 好 你追个十遍 二十遍 三十遍 你都不会觉得很烦 你就可以说 It never gets old OK 好 提供给大家 多知道一个知识哦 OK 好 最后重点大会整 因为我同学跟我说 老师 你最后可不可以 把重点再抓一次 好 老师帮你抓重点 来 第一个 连续动词的重点 好 不管是看起来 听起来 闻起来 藏起来 感觉起来 这五个字 后面接形容词 好 那或者是用like 是像的意思 再接名词 OK 只有这两种接法 重点二 如果问的话 怎么问呢 好 如果是形容词 用how去问 How does the soup smell How 那你用回答 就用形容词回答 像他就用great 那如果是像什么 那就用what去问哦 What does the soup smell like 有like就是用what 好切记哦 好 it smells like butter like后面接名词 OK 一跟二是有相关联的 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变得怎样 OK 主词变得怎样 get become 或term 后面接形容词 就可以了 好 那最后还是一样 很感谢大家收看文法教室 那欢迎订阅 开启小铃铛 OK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See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